好 國服頂尖的這個八神單挑來了哈 這兩個人也是 公認的全國前三的這個八神啊 八神比較強的應該說 灰灰老沛還有河老二啊 都比較強 其實葉豐也還不錯啊 但葉豐不知道為什麼得了一個面八的這個 怪號 老沛跟這個無智慧的單挑我更看好無智慧的八神啊 他的八神打法也是更加硬朗哈 套路不是非常多 但是硬壓制很多 招式與招式之間銜接的讓你 非常的感覺有那種很大的壓迫感 老沛也打得不錯啊 經常能夠在你覺得對手能壓得住的時候啊 他出來很多神奇的招 化賊無智慧的一些 打法 你們看好誰呢哈 我是覺得 無智慧可能要贏哈 當然了 贏幾分具體的我就不知道了 不好開車 我覺得我可能天象 無智慧 沒問題 丟樓沒人啊 丟 丟了丟了 你看 我就會發生更兇啊 這把踢掉了哈 沒有選擇一個空房 切不進去啊 彼此沒什麼破綻 切不進去就打防守了 防守反擊了 好 老K過來逃下盤 沒那麼好逃 慢啦 龜花 刷 真是打暈有沒有 沒有 沒有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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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單挑還要爆氣啊 真的是已經是肌肉記憶了啊 抓了 在這龜跳抓還是怎麼說 好還行 小鴨 小鴨八城也不錯啊 忘了小鴨 胡鴨爬 这波连招 绝妙了哈 其实他刚才发了一个波那个是防不了的 但是这个跳西是可以防的 我感觉我就会是不是想升龙还是乱动啊 那个波应该是接不上了吧 又想来如法炮制跳地站A然后带着 这下老K先落地了哈 下盘了 漂亮 白龙带着杀着你 大猪单挑非常的无聊哈 一般来说没有人会去站住大猪 来单挑 哦 二连了是吧 那就是那个波他乱动了 不然应该是六连了兄弟 五连 好 中小米杀了 哎 晕了吗 打晕点 我去帅 我去帅你 哪里都再玩 这边 打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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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20年前的思路啊 下盘白光发振点 打晕点 哇塞連中兩個波 無鏽波開始 乾了死了沒辦法了 除非你下西還帶一個必殺 騙這個二皮八神 謝謝兄弟們的拉 老闆連拿兩翻 葵花呀好 他也在補一角 你看節奏就是好 永遠要邊一下子 抓了 看得不錯 打地點打地點幹不到 你看都是打地點 你有氣也幹不到 哎呀太猛了 好啦阿爾再等一等啊 讓他晃一晃 清晴隱放鬆放鬆放飛放北 反思反思他就會出來了 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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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節奏好快 喔咦 打地點 漂亮 看破 看破不說破 摸摸 讓那些小噴子在那裡噴一噴吧 讓那些小噴子在那裡噴一噴吧 再跳抓 打不暈了啊 好這下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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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 動拳必殺 割殺 可以 排爪 兩戰搞起來 大家可以投票支持一下啊 那能AB? 好,暈了 感謝大家投票啊,搞起 遠了一點 我去這個下盤牛皮 很激烈 很激烈 感謝兄弟們,歡迎大家 發生的消除很賴哈 你要知道他要打你了,要抓你了 但你破不了 差那麼0.00幾秒 反正你做出破的選擇,你想反抗 就反抗不了 這波硬點還是有的 一直追著打 暈了 暈了 暈點還是有的呀 按戰C我跟你說沒用哈 但是你按6C然後要連續按啊 就有用 有時候有用哈 走過來 快點 這次就暈了 走了 趴神跳抓你哈 如果說你一定知道他跳抓 你這個按6C啊 然後 6C按的時候要連續按啊 也不要1-6C啊 6C然後連續按 這個是可以的 可以反抓的哈 前提是你要知道他一定是過來抓你的 前提是你要知道他一定是過來抓你的 喂呀 可以升級的走位 走位走位 有6 百合者勾過來 6連死 這個是2P8神的優勢啊 走過來暫逼 或者多我 掉下 一直貼身 一直絵笔 故意丟空波 1000 我不是说抢空抢不太过啊 抢空抢不过呀 抢空有点落于下风 谢谢昨天啊 感谢大家 可以啊 领先五分了 很厉害 我的体太厉害了 牛犁 开始 开icio 我却舒服 可以啊 直接虐杀这局啊 虐杀绝 猪杀领先来三分了 这位八神得想办法了啊 目前局势不太妙 很容易被压在角落挨打 他还有晕点战啊 我去 又晕了啊 晕点战很难啊 很难搞啊 持续的压制 你的晕点值 他就不会减少啊 而且你又没气 你又干不了西地 我从未来的太多 大葵花 装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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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散 装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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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低点啊 再掏下盘 完败了 你看闪神还被追着打 我去漂亮 直接大声龙 这是什么想法 右逼 推华之后直接大声龙啊 如果就会想要过来跑出来 五连了呀 那么强吗 老K 其实你们如果看他之前 跟吴之辉打抢十五也好啊 抢十也好 他确实八神也是占优的 他唯一不好打的话 是这个八神 赢了之后 后面这个手底的大门 换招 但是也中了 他后面打不了的话呢 主要是因为 他的手底大门 老师预斗手底大猪 贼难受啊 谢谢松了左 要六连吗 要六连吗 哎哎哎又要晕 又要晕 兄弟打晕 我去今晚怎么老师被打晕啊 啊 晕了几次了 每一局都至少得晕一次两次啊 六连了 灰山云 高山云变成了灰山云 出来了安全一点 哇下盘逃得不对啊 他大跳了 还反抓你 百合哲啊 我去好招 他刚才好像是蹲姿啊 我没有看清楚 然后他过来直接跳CD 天呐 他这个不是百合哲 你可以乱动啊 但是这个时候他先落地了 好神奇的跳CD啊 一般很多人以为他跳过去是百合哲啊 所以说你可能会拉一个 拉一个防 但是拉一个防的话 他这个落地中拳应该是可以的呀 可以帮助的呀 什么鬼 抢招了 有很多灵气小招啊 小妙招 让你找不到规律啊 这样的对手很可怕 就能点中下A 好跳抓中拳必杀 在哟哪拉还没死啊 心里莫里多不死 这个好像是我选择了一个前冲啊 还是前一臂前冲 漂亮 套路很多啊 前冲马上后撤 再跳过来抓 到这个前冲也可以骗对手乱动啊 也可以骗对手升龙啊 我后撤之后反正你升龙 我再跳过来打你都可以 我去完败啊 这么厉害 直播直播 七年了我的妈呀 发生很顶啊 好这把跳高了 还有两下要打晕了啊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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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 干货很多啊兄弟们 多看一看 其实有很多东西你的招你可以学得到哈 但是你抢位的意思 还有经验你学不到了 差点落地慢了就会被抓了好再掏下班 诶 失误了 这葵花呢 怎么连不上啊 好招 看这个跳线你看打点很低啊 我去可以要必杀了要必杀了啊 先把这小级搬回来再说 好 还死不了 回撤了回撤了 生龙 可以啊 刺激啊 哼哼哼哼哼哼哼 刺激啊 这小级如果搬回来的话 无资格心理压力又无限大呀 这可是得被七连还是八连死的呀 我的妈呀 单挑八神居然输这么多 反应很快啊 有这个跳 老克的后后非常好啊 用得非常好 进距离的时候马上后后啊 防止对手过来压着 可以的 又是赢的不多 比分没错啊 4比9啊 哎他抓冬小屁杀 在跳抓的吗 好的来刷过来 中拳必杀 一个蹲姿啊 看看这波怎么样 肯定要冲过来的 哎呀 何止啊 起身 老K起身是出了一个什么招啊 出了一个秦月阳 还是秦月 秦月阴 秦月阴的话 他是想出什么招 走 北天乏术了哈 看无只盔还能不能冲到奇迹哦 这是七个赛点了 啊大葵花 起身大葵花的话 我想一下 起身大葵花的话 他应该是生龙啊 他应该是生龙 但是没办法人家错位 他就变成了一个大葵花 在对手的 小葵花 一般临近 临界点的时候啊 你的招它是会自动反过来的 知道吧 比如说你的八神 跟对手的八神很近 然后你的八神不动 对手的八神跳过来 跳西打你啊 这个时候你如果说 预判的话 你想拉一个一路西 你一般一般来说应该有可能是出一个站中拳的哈 但是對手跳過來打跳西的時候太近的話你會變成一個葵花的 臨界點的話他會自動把這個招給反了知道吧 就比如說還有一個情況就是你的八神倒地 等一下 就比如說還有一個情況比如說你的八神倒地然後對手跳過來壓你 對吧打你身後你明明是正向昇龍但是在跳過來身後之後你會反向昇龍啊 它是一個道理 我去兇起來了好要冤那些都啊要冤那些都啊 還好有一個氣 跑起來跟你搞啊 我去還好啊這一下猜中了 這一下沒有搶招的話就又抓了啊可以69 命命的69 宿命的69 失誤了 應該接前A還他前A沒出來 第三貓 兩下打冤 ض 射殺 趁不中再壓 而於還好 囉唷呀這一波固退反進啊 不防反弓 你罵 召唤 不知不愧八神捡回一条命啊 好 还有暈点 哎呀 时间拉得太长了 暈点没啰 又来暴去打 要死了吗 应该差不多没了 应该死了 应该没了 贴不进去了 贴不进去了 好 机会来 来 啊 想杀死了 恭喜老K